我们来聊一个另一个比较好操作的 怎么说呢 最起码是说从散户的角度来讲 还比较操作的股票叫601601中国泰宝 我推荐的这些呢 就是说基本上是属于大盘股 也属于是总价值还是比较高的 它现在的这个总值是4144亿 总流值是2949亿 有人说最近的大盘股都在跌 那为什么还谈这个中国泰宝呢 首先来讲看板块 中国泰宝这个板块属于是保险 属于咱们大金融三个金赛胖当中的 银行保险跟券商 它属于是算这个保险 这个三个板块基本上是属于 从维本的角度来讲 也就是说你大盘在跌 你大盘要是跌的太严重了 想把大盘去做一个防守 那么通常这三个板块就会启动 就会有一个拉伸来防守的情况 在上周五大家也看了 银行跟券商也相互的 也是相继的 就是说有一个反弹 对大盘的下跌 有一个防守的这个情况 但中国泰宝这个股票 我比较看好的是什么 就说他是在中国泰宝这个公司 在保险板块这个公司 属于是一个从龙头 然后从业绩 包括从消息卖的角度来讲 都比较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近期的走势是什么情况 近期的走势 我这里有两根线 第一根线是中国泰宝 他自己的这个情况 第二根线是保险 这个行业的这个情况 这样大家能看出来 就是说从走势的角度来讲 中国泰宝的走势比保险指数要强很多 也就是说在保险当中 他是属于走势比较好的 那几个标例 近期来看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近期来看 你无论是从是2月份开始看 还是说 还是从1月份开始看 这是在1月 就从12月30日 他比这个保险总体走的还是非常好 然后再加上最近几周 最近几天呢 就是从上周开始吧 最近几天这个大盘的震荡还是比较强 但整理上来看 我们可以看 这个中国泰宝 他其实他的震荡倒并不是太多 相对来讲还比较稳定 相对来讲还比较稳定 但当然也有就这种跌上升 然后跌包括像上周五 上周五他的走势也并不是太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上周五 他的走势是有一个低开 然后探底探底之后 有个小反弹 有个小反弹 但最终的他这个收值是4.54% 这个上周五他走的确实是很差 这个没有关系 就是说这种板块 他跌下来 我个人感觉反而是一个机会 但当然并不是叫大家在周一就入 我今天讲的绝对不是叫大家 在周一去入这支票 是叫大家怎么看这支票 在什么时候你能入 在什么时候 他是一个比较好的 这个加仓的这个标的 从这个资金角度来看 大家能看到周五 是主力净流出是两个亿 然后近三日是 也是主力净流出 近五日也是一个净流出 近十日是一个主力净流入 这个从这里你能看到 就是说近十日 他主力是净流入 但近五日近三日 以及当日 这逐渐有资金在往外走 这顺利是什么 这顺利就是说 资金现在在往外走 他还没有回来 我们从日线 从其他的这几个参考的 标的指标 大家能去看一下 从MACD的角度来讲 他现在马上要打一个死差 也就是说 他现在的多方动能 从2月25号开始 是逐渐的在下降 包括像上周 12345这几天 他的多方动能是在变小了 这样的话 也就是他有一个回调 以及下跌的趋势 从交易量的角度来讲 交易量的角度 还比较正常 始终是在一个比较稳定的 这个范围 也没有就是说是 像紫金矿业 就这样就突然翻三倍 还是翻两倍 还是什么 也就是说这是票 相对来讲 从这个资金量的角度来讲 还比较稳定 我们刚才也看了 就是说他在保险行业当中 算走势还是非常好的 然后从一个大局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保险最近其实 从这个 这是去年10月份 从去年11月份走势 其实并不是太好 但是中国大宝这只票 走的还是很强势 从月线的角度来讲 不管是这个保险 还是这个中国大宝 始终是一个再往上行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底部再往上抬 顶部也再往上走 也就是整体的趋势 走的还是非常好 也就是说这只票 你从做长线 和做这个中线来看 都是值得去关注 值得去投资 并且大家可以看到月线 月线的继续上升的 这个趋势还没有变差 然后从周线的角度来讲 周线角度来讲 你如果不看保险 这根票 就是你不叠加 单看这个中国太宝的话 他现在是已经是快突破前期的 已经是突破了前期的这个高点 也就是他现在是属于是一个 比较高点的这个位置 从日线角度来讲 他也是始终在 是在往上走 他没有走坏 但我们先等的是什么 我们等的是一个 这种趋势的一个 的一个回调 当这种回调之后 他你达到的话 你再往上走 这样就比较安全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就是从日线的角度来讲 MACD快打死 也就是说他有一个往下走的这个趋势 从60分钟来讲 就是说最近这几个交易当中是空荒动能占多 是空荒动能占多 所以就导致他这个日线的MACD 这个小红柱是逐渐在变在变小的啊 然后从30分钟30分钟也是空荒动能占优 15分钟 这种小级别的反弹个12345反弹个5个数分 我感觉是没有标去看了 大家其实看60分钟看日线就OK了 也就是说这是票 他现在在我们的这个3月3号达到高点之后 之后的这两天是有一个回调的这个倾向 并且他这里有一个个40块钱左右的这个这个缺口啊 这个缺口啊 A股的规律就是往下缺口 他可能他要补啊 所以短期来看 我感觉支持票 他是往下走的 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大啊 然后从现在来看呢 就是说呃之前来讲就是他还得调整 是说如果周一周二继续往继续往下走 然后周一周二他这个呃空荒动能逐渐变强 变成了就是整个的这个值变成的是负的 然后负的他有个调整1234567 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在呃二加七在九个交易日之后 九个交易日之后也就是在两个礼拜之后 今天是三月七号啊 今天是三月七号大家可以看一下呃在三月二十二号啊 你可以在三月十八号十九号再来看这个票啊 在两个礼拜之后 如果这个票哎 他的这个MACD的这个情况啊他已经是属于是空荒动能啊是空荒动能在占优 然后他空荒动能占优的话 他空荒动能的这个呃空荒动能在逐渐在变在变小啊 总体有一个向上升的这个趋势的话 那么大家在那时候是是可以进啊 然后最好的比较稳妥的一个那个进的方式就是在他打金叉 并且他MACD整体是属于啊到了这个零轴的上方 这当然从六十分钟你可以去看啊 从六十分钟去看的情况来讲 他现在整个MACD的这个情况是空荒动能在占优 然后并且他这两个快线跟慢线有往零往零楼下的这个趋势的趋势 下零轴他往下往零楼下会会把他这个价格他往下去拽啊 然后那么什么时候你进行是比较安全呢啊 安全的进行法呢 就是说看你冒多大的这个风险啊 风险最小的就是这种他MACD上零轴啊 但当然你可以看到这时候他已经是三十七块九了 但他这次真正的这个反弹的是从从这个三十四块一啊 三十四块一是什么情况 三十一三十四块一是他这个空荒动能啊 达到了极值之后再往回减 也就是你从这个空荒动能达到了极值 再往回减你入啊 这个时候可不可以来讲是说啊 有获利的这个可能 但你可能插到一个最最完美的底 但有没有可能这里打金叉之后再打一个假金 也就是他继续他变空有啊 这种可能也是有你将从这里来看 就是说哎他他这是属于是打金叉 但是他反过他又死了 然后再然后再去抵也 所以咱们从安全的角度来讲啊 我一般是看如果从六十分钟线啊 从六十分钟他MACD降到零轴以下啊 这个我们可以看前面有个特点 就是说从六十分钟线他MACD 见到零轴以下就在这个时候啊 降到零轴以下的话 他有一个反弹的这个需求 可能就是哎打几个一二三啊 就是走几个小反弹 但是啊这个时候还并不是很安全 是因为他MACD还在零轴之下 那么我们就等他继续往就等他继续往下走 就算他不继续往下走他往上弹 他往上弹你在他这个MACD啊 即将如果这个当天这个时候是整了一个假金呢 也就是他继续他往下走了啊 如果他没往下走那你这个时候 你你要不要入呢 从安全角度来讲我还是不建议你入 那你就要等他这个MACD往上走过零轴了 也就是说他过零轴之后 他有继续往上弹的这个趋势的话 这个时候你入的话风险来讲相对是最低的 举个例子从这个过去的情况来看 就说我们刚才说 啊第一个你能入的点啊 是他这个空方动能打到了一个最最即时 然后再减小 那么在这个时候你入呢 他价格是34块1啊 第二个点位我比较倾向的就是他MACD 在这个多方动能出现之后 并且他要上上零轴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这位置我们对应的这个价格呢 可能就是35啊 我看一下这个价格是多少啊 这个位置 这位置差不多是三十七块一毛九啊 三十七块一毛九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啊 他打上来之后 那么我们他有一个从MACD的 他始终他这个现在是从零轴上方到零轴下方 再反弹然后再下啊 现在是属于他现在是已经说在零轴上方 达到了一个相对的这个高点啊 相对的高点其实在这天呢 在这天已经是出是出来了啊 这天的高点这天达到的价格是44块多啊 那么呃从我们安全的交易的角度来讲大到这个位置 我的情况的话我就会走了 那么有没有同学就是想记想想继续留啊 想再呃升高什么的 这个是这个情况是有 但是你从37块钱到一个44块钱啊 赚了七块钱 也就是你赚了一个百分之二十 赚了百分之二十 我个人的角度来讲走的话是比较是比较好啊 但你要说非想赚了最后这47块钱 这个高点也就再赚三再赚三块钱啊 这个就难度就很大 是因为你可以看到在这天之后啊 其实他是有一个下跌有个再反弹 有个下跌有个再反弹 啊其实从这天往后的指标来看 其实已经是走的算是很差了 是因为他还没说他逐游他再往下走 并且他空方动能他逐游他逐游也是在变强啊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43块钱 很多人在43块钱的时候想拿票就很难去去拿住了啊 可能可能呃感觉他这个票之后的走着会继续他往下走 也就在43块钱的时候就会跑 但潜力是你是在37块钱进的 你在43块钱你跑啊 其实这个赚的比例赚个15%赚个18%还是非常好的 啊最终能拿到这个47块钱一毛四的 我感觉这个时候走的人啊 真的是很厉害啊 真的是很厉害啊 这个是不得不去配复啊 这个是必须得去配复啊 所以我们先等的是什么 我们先等的是我们先等的是下一波啊 他这个 我可以给大家讲说我们先等的是什么啊 一定要记住就是这支票进期你先别进 你要进的话也是等两个礼拜之后啊啊 我们现在在等的是他这个MACD啊 从60分钟的这个角度他继续他往下走 继续他往下 他下零轴之后呢 然后他这个空旺动能 空旺动能他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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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旺动能他他出来 然后 比较冒险的同学你可以在他这个空旺动能最最高点再往下走 在这一天然后你再进 那么他有一个MACD上零轴的这个过程 有上零轴的这个的这个过程 我个人感觉就是说进入比较安全的位置那就是在 在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你进入是比较安全 这个位置你进入是比较安全 这个位置想抄底 或者是说那个呃想博一下啊想博一下也可以 但这个位置我建议你博是20%的这个钱 20%啊 这个位置的话你可以博一个再博一个30% 然后他如果再往上走这个趋势还是比较好的话啊 呃 我建议就是你可以把之前赚的这一部分先卖出 然后在这里然后再进 然后再再进啊 毕竟还是那句话啊 百分之百的仓位去投票去投同一个票的话是比较 这个风险还是比较大 是因为啊 我们现在是从技术的角度来讲是分析他在一两个礼拜之后的这个情况 但啊到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差的消息啊 还是说有没有什么意外的事的事情发生啊 大家都是看不清楚的啊 所以刚才分析了一下就是 我这就是票的角度来讲现在是43块钱 43块钱是不是高点他不是绝对的高点是相对的这个高点 所以是上面也并不是建议大家去进啊 也并不是建议大家去进 然后我们刚才也看了一下他这个走势是整理 他是震荡他他在往上走啊 啊这个整体震荡往上走的这个区这曲线的话 我感觉就是啊给散户操作的空间就比较多了 因为啊如果是一根直直往上走的这这种票 我估计大家也不是太敢进就是始终都是怕他突然有个回调还是什么 但这种波段式的往上走波段式的往上走 最起码你 可以就是抓一些这种相对的底部底部来进 然后有一个底部啊 这相对的高步你再抛嘛相对的高步你再抛嘛 并并他整体的这个形势是往上走的啊 整体的这个形势是往上走 然后从业从业绩啊从消息从行业角度来讲都都没走差 并且啊今年两回啊特别是对大金融对保险啊 这方面啊所给的政策他还是有的啊 不不排除周一啊 因为上周五是跌了一个40%不排除他周一有一个反弹 但是周一反弹大家去的话 你看最高点是47啊 现在是43如果这反弹到到45的话 这中间从我的角度来讲是风险大于你利润的可能啊 所以周一并不建议大家去进 然后刚刚才进的情况我们也说了 就是说等他这个空方都能出来 然后空方都能被消化 你可以等他打金叉再进 你可以等他这个呃最低点 然后他空方都能再变低他再进啊 那么从他这是票的这个走势来讲 我估计啊尽管周一可能是往上走 但是啊有回调的这个需求在在这里啊 他会往下走然后他再往上走 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趋势在这里啊 除非就是说啊那个这是票突然在这个时候 还有业绩有爆雷啊或者说吃官司啊 还是说有一些不好的消息他他出来 他可能他会往下走 但是从目前来看我们现在等的是我们先等的就是这个低点 等了这个低点在这里啊 你像之前这是票他就是涨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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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涨 三个点大家要注意要注意啊 要注意这三个点啊 第一点就是说 日线有回调他往下走 然后日线呢他从这个多变空啊 当然他这个空方都能达到最极致啊 然后在这个位置 你是能进啊 第二点就是从60分钟线60分钟线 我们等他这个mcd下零轴下零轴之后 在在60日线他这个在60分钟线啊 在60分钟线他mcd下零轴 当他下零轴之后他的这个空方都能变变最高啊 这个时候是能进第三点呢 我们就很安全的很安全的就是打金插之后 60分钟他mcd打金插之后 然后他mcd上零轴在这个在这个点位 在这个点在这个点位去进啊 相对来讲是比较是比较安全的啊 这个点位你进的话他风险也是最低的啊 而是因为多方动能始终在进 也就是说他就算有波动的话 他短期的波动的这个价格也并不会说太大啊 就算你短期想离场的话啊 也就是两三个点的的这种的这个波动啊 然后并且他只要他多他多方动能他还在 然后他mcd有一个上零轴的这个轻的倾向 便从日线角度来讲他还没走他还没走差的话 那么在这天进啊 呃就是说从风险的角度来讲是风险小于你的收益 啊但当然你要什么时候出呢 啊我个人感觉还是他mcd打死差 并且是属于啊在一个相对的这个高点相对的这个高点 那么这天就是44块多啊就是44块多 当然大家也会说哎呀你这个打法很保守啊 你就从37块钱到44块的你完全就不就不像你就从34块钱进 然后再47块钱出啊34到47块出是百分之差不多百分之30啊 差不多涨了一个百分之30但你从这个37进啊 37进然后在44出涨了一个百分之20啊 其实他说股票你能赚一个百分之20你每年都赚一个百分之20 啊那个很多人这个这一年的操作到最后他都是赔的啊 啊所以大家也别担心啊 假如每个月你看从这里 这是2月4号 2月4号到2月25我假如你每个月能赚个百分之20 那么我估计你你已经是能够赚到A股这些投资人的那个前百分之一了啊 因为你看啊你每月赚百分之20那么12个月你可以赚百分之240 240那你的这个呃总总的这个 个总资产就翻了三番啊就增长了2.4倍那你就变成了3.4倍啊那这个还是很厉害的啊还是很厉害啊 啊所以我建议大家就说不要啊一看他一回调然后就冲然后有呃有反弹就近啊大家要等啊做股票要记得就是说做股票绝对不是你往里面去冲出来的啊做股票是等出来的啊当然像有人说就是什么呃全搜哈就往里进啊这种冲动的投资可能一两次你会赚钱但是从长期间的角度来讲从概率的角度来讲你是赔的然后并且这种冲动的投资对你来讲也没有有学到什么东西啊现在很多是90后跟00后在吵啊我对他们的建议就是第一点就是说你不要把你 如果是对投资并不是很清楚的先搞先投基金啊啊但是你选基金选基金的这个呃门道还是很多的你首先是属于看行业看业继看基金经理啊三五年投资经验的基的基金经理的基就不需要去看了啊然后还要看这个基金所涵盖的是啊只是指数型还是偏行业性还是偏偏综合型的啊然后再加上你也看他所持的股票啊有的人就感觉啊我看基金就行你要看这个基金所中伤的股的股票是什么票就像你现在为例这种大盘票啊包括像 像像茅台啊像什么啊这种大盘票他使用是在跌的啊也就是说你现在要选基金的话要呃短期内你可能要避开这些所谓的抱团的大盘的票或者是说你可以等你可以等这个抱团的大盘的票又起来之后你再去买啊所以呃短期之内你要想入基金我的观点就是我并不是很建议你入啊你别等啊第二点就是说买基金跟买股票的差距是你不要把基金当股票来炒啊股票你是呃顺时万变啊你可能上午买你买的是赚的 隔下午的时候他就是赔了啊从基金买基金你要保持的心态是什么你买基金就是因为你没有你没有时间看大盘你没有时间去看这个票你把你的钱给基金公司给基金经理啊去去操作啊也就是你看的是看长看长线啊我很少听说有那种就是说买基金放两个礼拜放三个礼拜他他就他就走的通常买基金他赚赚钱的人呢都是这个基金在那里放了至少放了半年啊 或者是说有很多就是说放两三年然后翻三倍啊放放十放十年的他都有啊买基金你要是说放个两三天放个两三个礼拜你就走的话啊手续位还是很高的啊手续位还是很高的啊所以买基金的话不见大家就是很批盘的去操作啊然后也不要把基金当当股票来炒你要知道你这个基金当天的价格是多少那取决于当天三连他的售盘价啊你看盘中他是在涨如果个盘他他跌了呢啊所以说你这个把基金当股票来炒这个想法是很臭的并且你当天你赎回的话 你当天你赎回的话啊你怎么能确保他基他基金经理他是在当天他就说他可以就是在三点之后啊他看你这个操作他确认之后他再去做啊也就是说很多时候你今天所对基金的操作影响的是他的名片啊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啊急跌的时候不建议大家买股票但急跌的时候你可以去买基金啊是因为急跌的时候他第二天他有个反弹这样的话你当天买的是一个相对的一个低点但买股票的话他可能他还没跌完啊是因为买股票你的呃这个 时间是多少你当时买是多少那当时的这个价格是多少买基金你当天买你一点买也好你两点买也好你上午五十点买买也行你当天买最终的价格是以三点的这个收板价来去做这个定位的啊啊所以买基金的同意千万别用买股票的这种种随便去看并且买基金通常是做中场线啊做短线啊手续费都够你吃的啊然后从股票的角度的角度来讲最近这个大盘票确实啊回调的这种嗯这种 这个的幅度还是很大的但回调所回调的是什么所回调的是呃一些呃怎么讲我更感觉他回调给大家是一个机会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做就就是等啊就等啊以中国代表为例的你就等他再出现这种一个上行过程当中的局部的一个小低点啊我们等的就是这样位置这样位置啊这样位置啊这样位置啊所以说这支票啊短期之内这票其实他比大盘 走的走的要好你可以看到他上周包括春节这段期间其实他没怎么跌啊在春节之后他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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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跌而在春节之前他长得还是非常好啊那我们先就等他有个回调啊再进这个点位在就在就在进呗啊但当然这个区域的话就是说呃你不进这支票你可以考虑一些你其他的这个标的啊你看其他的票从技术从行情也是很好的话啊就可以去看了但中国代表啊我今天讲的就是说尽管上周五跌了一个百分之四两五并不代表周一台 就有个反弹周一可能会有个反弹有个短时间的这个的的这个反弹但我们现在要等的就是说等这个机会啊这个机会应该是在两个礼拜之后才会出现吧也就是说今天是3月7号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呃3月18号19号或者3月22号等那时候你再来看这个票如果这个机会点一出现的话呃我感觉价位35应该很难会达到但呃35到37吧啊他能够那个回来35到37啊35到37的话呃大家就可以进了 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